请问,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呀,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这里面的黄河呢,它其实是黄鹤 棺材呢,其实是管材 这个黄鹤呢,它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她家住在河边上 这个管材呢,它是一个渔夫,也是一个孤儿 管材啊,它每天在这条河上打鱼 它非常喜欢吹笛子 它吹的笛子非常的动听 黄鹤呢,这个大小姐,它非常喜欢听笛子 每天都去河边听管材吹笛子 时间长了,两人产生了爱情 突然有一天啊,黄鹤他爹要把他许配给一个有钱的公子哥 黄鹤当然不同意了,是不是 于是,他就偷偷地跑出去找管材 最后被他爹发现了,然后被关了起来 黄鹤因为思念管材,见不到管材 最后病倒了 然后管材呢,他又因为见不到黄鹤,郁闷而死 临死前呢,他就叫人把他的心埋在了黄鹤的门前 好让他们朝夕相处 黄鹤呢,因为被关在房间思念管材 他的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那怎么办呢? 黄鹤他爹,就去给他请了好多的名医来治 最后都治不好 后来就来了一位算命先生 他夜里路过了小姐的门口 他看见了一颗发光的心 然后呢,这位算命先生就把他挖了起来 一看啊,这是管材的心,他还活着 第二天,他把管材的心带着 带到了黄鹤的房间 放在了一个装满清水的水桶里 这颗心呢,他浮在了水上 并发出了像笛子一样的声音 黄鹤小姐听到了以后 他以为是管材来了 他就起来看 这颗心看到了黄鹤小姐以后啊 他就动了几下 然后呢,他就沉了下去,死掉了 黄鹤小姐看到了管材的心以后啊 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哭了 这个就是不见黄鹤心不死 不见管材不落泪的故事 然后被我们传着传着 就变成了 不到黄鹤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落泪